欢迎收听浙岗狼矮台南做工行善团 我是主持人王美霞 浙岗狼矮台南做工行善团 这是文化部影视局自播补助的节目 节目60集将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播出 欢迎您与我们空中相见 我们在浙岗狼矮节目里面邀请到做工行善团的 目前也就是我们的工程修缮的 现场的这些工会的同仁 另外我们也邀请到了支援的意见 这些志工们 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是 台南市理探法美容业职业工会理事长 王富财王理事长 理事长你好 你好 各位 尤其我们的美学老师跟我们的劳工局的无科长 这么用心来传闻我们这个 理探法美容业工会的志工团感到很荣幸 感谢各位你们单位的关心 谢谢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这个理事长一开始 非常非常热情的给我们打个招呼 各位知道我们其实在做工行善团 他有所谓的爱的进行式的一加三部曲 前面的三部曲主要是有修缮现场 后来发现修缮完的房子 然后没有很好的家具 所以有二手家具 之后又发现住在这里人 他们因为没有办法去修剪他们的遗容 所以一直邀请了所谓的意见的单位 之后再对他们做持续的关怀 这三加一的爱的进行式 是我们做工行善团 最成为别人所称赞以及典范的 那么我们的意见加入是2015年开始 当时这个做工行善团结合了美法工会 他们共同有定点的意见 也有道府的意见 之后慢慢的老公局陆续 结合大台南婚礼设计服务人员职业工会 台南市新娘秘书产业工会 台南市男子礼法职业工会 台南市文化创意美容学职业工会 台南市礼烫法美容业职业工会 台南市礼烫法美法业职业工会 台南市美法美容技术指导员职业工会 台南市美之美仪造型职业工会等这些的工会 之后又加入了台南市的美容业职业工会 还有台南市人体产会从业人员的工会 还有台南市礼法业的职业工会 我们从这一大串的数据中你可以了解 事实上一减的心 就是这一股我们美法从业人员 他们让人感到非常非常澎湃 而且热血值得尊敬的义无永固 来加入我们做工团最好的力量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 这一个我们的王富彩理事长 他的台南市礼法美容业的职业工会 事实上是在所有工会中非常资深的 理事长你们这个爱心活动已经行之又年 差不多是几年的时间较近了 我们85年成立到现在 你的工会是当时成立吗 我们工会在76年 也就是工会成立在没有 76年成立 76年 这实在是一个老工会 我去采访您的时候 你的工会看看76年成立的时候 那个理事长您的那个笑脸的那个 水水的照片 那些人就这样参与我们的工会活动就对了 对啊 这个工会进目前是差不多多少人了 两千150个 你也算不少人 大部分你参加工会都是什么样的身份的人 因为参加我们工会 它必须是从事本业的行业 本业是包括咖啡蒙 烫髮剪髮 美容 修剪指甲 修剪指甲 还有做脸的 就是美容方面的 跟美容有关 可以以国人的方式来参加就对了 当然您要参加的话 就是要符合那个法规 就是说无一定雇主 还有自营作业这两个身份才能参加 了解 那工会是怎么来照顾我们的会员呢 在台南市来讲可以说是比较独特一点 因为我们工会每一个会员 每一年缴常年会会 差不多一千两百块 因为每个月一百块的常年会会 那我们给他们的福利的方面 我们有互助的办法 当然互助这个办法 就是说初期的话 我们每一期缴十块钱 就是说一个月缴十块 我们三个月收缴一次三十块 但是这个付出办法 把你说三十块过来 你一个加指使完的话 我们就要付出你两千块的付出金给你们 所以做这个付出办法的话 都是在赔钱的生意 所以说我们 这要是赔钱的省数 对了 做得很高兴 有照顾到就好像很有力 因为这都是付费的本意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提高到每一期 就是三个月一百块 不能我们的账车看起来 每一个月都是在亏钱 所以怕以后日不付出 所以我们给他提高到一百块 我讲的话 加十十万 你一个建筑十万 就有两千块的付出金给你 是 你缴三块 要缴到几个月才有两千块 了解 所以这个付出办法 其实是这样子 我们用那个付出的原则 做付出的本意 了解 所以其实 不要去考虑说 赔钱不赔钱的问题 所以其实你这样 放在一起 就叫过所有的会员 还有一个奖学金的申请 是 奖学金就是说 博士五有一千五 大专的有一千二 高中的一千 国中的八百块 就是奖学金的申请 对 那你要复合那个 你的 他的资格就对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也要奖励 我们这些会员的子女 对 让他增在就对了 还有一个敬老活动 普通敬老 我们规定在六十五岁以上 都可以申请 每个人的五百块的礼金 给他们 了解 所以 还有模范劳工的选拔 了解 我们每年都会选拔模范劳工 了解 还有一个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有办理由 员工的理由 所以你看这样 我们不只是从平常的照顾 依照我比如说 我们模范劳工的选举 然后给他鼓勒 施职的精神鼓励 还有理由 难怪你相信你很强 所以到目前为止 其实也就会加工 才有办法号召 这么多的人 他们愿意来加入 我们的做工行善团 所以目前为止 你刚才说 我们差不多有多少人 在我们做工行善团 定期的这意见 我们做工行善团的话 据说 我们现在大概有七十位 七十位 我们的做工团队 然后这些人他们都到 差不多几个店 在做这个 意见的工作 那个工作店有一些固定的 我还觉得 你这个店好像 走到很狠的地方 所以待会来 休息一会 你把我们的厚房 再来補充一下 因为那几个店 其实都不简单 你再说一说 就没办法出去了 就去打 所以其实 那时间也是很不敢 所以感觉到说 你们这样的服务 是真的很周到的 那我想我们都很愿意 现在来听听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请我们的理事长 来继续跟我们来说明 欢迎回到浙刚郎矮 台南做工行善团 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贵宾是 台南市李烫法美容业职业工会 王夫财理事长 王理事长 他担任的七届理事长 也开始推动了意见 那么在他的这样的一个照顾 推动之下 使得整个工会运作非常非常的完善 而且有凝聚力 因此呢 他能够号召七十几位的意见 常年的固态的 而且定点的 然后跟一些的 需要受意见的弱势团体 他们来这个服务 也就因为这样的过程 就非常好奇 他在前段告诉我们说 民国76年的时候 这个台南市李烫法美容业职业工会成立 那这么多年的时间以来 其实他也都做得理事长在看板 那我们可以了解说 其实以他来说 印度是我们这个美髮剪髮业的老塞 人家过早上有一句话说 福祉师傅有三刀 加刀 菜刀 剔刀刀 加刀放刀刀 所以我也想问那理事长 你是怎么可以去从事这个 理髮业美髮业这件事 从这个我的人生来讲 因为本身这个美髮事业 本来是我姐姐在做的 因为我们家庭 就是说在我上面有两个姐姐 他们都是从事美髮工作的 所以在这个家庭中 当然我必须负担的佳激的责任 所以18岁开始 养女大姐的美髮事业 也只投入了美髮的行业 在当时养女大姐做美髮的行业 实在是很少 但是没有几个 那个林泰 因为林泰的关系 所以说养女大姐做美髮事业的话 有的人就觉得很不适合 所以我就想问理事长 你说起来就是 自小凡都对你们这些 在做做手吗 对啊 是喔 其实这个开美容 是两个人开两间 还是两个人开一间 反正就是 我就在他们的身边看了很多 对 他就学习这个美髮工作 那我觉得还好啦 你那时候在那时候 说起来的时候 你有说一句话 我说那时候 那时候女孩子要做美髮 真的有点少 现在不一样 然后竟然说出来 大师拿个剪刀 睡到不行的都是男生 但你那时候没有 你先说 你是那时候的性格 这样说 但那时候 也不太容易是说 你要去做美髮这件事 你心内心中 有没有一个增长 哎呦 做美髮有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因为 在我姐姐的旁边 很淹目冷之下 但我就觉得说 做这个行业 其实也是很好 因为第一个 可以照顾到家庭 也不用外出 哦 了解 第二个 因为我母亲也老了 所以我可以照顾到她 哇 真的 对啊 就这样的起始之下 了解 所以我投入了这个行业 了解 所以其实这样说起来 你如果是觉得 这一行技术的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跟你这种家庭观念 对妈妈的疼痛 所以感觉说 没有 我们来学这个 老的家里 照顾老大人 也是不好 就这样起来 对 所以你是做兵之后才开始自己 做兵 做兵回来以后 我还没有当兵以前就做了 是 还没有当兵以前 你还没有做兵之前就是 可以加兵的菜股 可以做美化的菜股 对 做兵之后呢 开一个店 所以我们的夫人也是美化业的吗 对啊 这样很趣 那怎样来说一下 比喻 他要做店 要找老闆 要找老闆娘 通常都找葬 因为你做这个行业 不可能说在你的另一半没有做这个行业啊 了解 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办法 了解 你要多多人找老闆做老闆 还是多多老闆娘做老闆 那时候你是怎样的情形 因为我做我太太的时候 我太太并不是做美化的 是喔 他嫁给我了 腿开始做美化 这对你下去 他把蚝蚝蚝蚝起来 对啊 所以大般都是 他这句话很欠缺 他一直说 都也找老闆娘 这就是头牌 你知道吗 那我去问 那时候 其实说起来 学的一个技术 让人这个第一次来 第二次来 最主要就是说 像我在教头问 我们父亲都知道嘛 一定是这个老闆娘的技术有够好 那你们想到 会想是想说 是怎样 大家都很爱让我做头问 你感觉你有什么特色 因为他让我做冠冊 我也知道他的个性 了解 他的发型 在翻面的话 我都会去了解 嗯 他去给别人做的话 因为现在 现在的年轻美化师 所以说 对于书头方面 都比较没有办法 我知道 有一个时代 叫做书包头 对 因为你的店 来 就像一个公子 拿到房子 就把夫妇叫在家 那种 对 你做书包头 是你的专长 对 我听说 那时代 如果是结婚的新娘子 都要书包头 对 所以呢 你最好的记忆就是 一天有百多月的顾客 真的假的 在高峰的时候 因为我们 助理所都用尖叫合作的学生 我也没有办法去想像说 怎么那么多客人呢 从早上九点开始 到晚上九点 哦 实在讲 一百多个客人 我也不可思议 真的哦 但就是有这个情形 你真的有这种盛况就对了 对不对 所以记忆时 因为有建交合作 所以你也走去 所以走 做理所的话 你很想的 那场面其实很惊人 在打电影 你知道吗 你会说 哦来来来 一个SOP 一直把你放下去 你一直把你吹下去 一天一天 一天的 开店九点 做到 可以九点 你不是都不用吃 不用管 中午都没有困 真的哦 我也会解决奇怪 不熟悉的客人都过来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一定是有人 有风霜在補 说你的头部 很尴尬 好睡 不晓得 对 所以其实 你想起来说 你说 在早上九点 做到 晚上九点 可以九点 真的 说这些也是累 对啊 但是因为你 洗头 或是你说 做头脏 大家都觉得 会比较舒适 所以慢慢都会找你 我说我希望你 如果你开始从事这个行业 这么多年 你感觉 我们做一个美法业的 一个从业人员 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 我们从事这个美法行业 因为是有很专精的项目 是 你发规的发行 代表是他那人生的尊贵 是 当然我们完成作品的时候 左看右看 看他的角度 看他的亮度 是否让客人满意 对 当然客人身份职业的不同 我们要创造的发行 有不同的风格 在民国八十年时代 我参加了 与其技术证的考试 是 书头后面 评计老师 担当要求我的作品 留给他做纪念 谁让我够好得对 因为他的考试 有三个发行的项目 抽出一个 当我们书馆的时候 因为做的那个发行 实在讲 符合老师的要求 所以老师就把 把我的作品 留给他当纪念品 了解 当作典范在那天学习 对 老师的手楼有时候真的 还是把人买不起来 对 因为书头后面 对我们这一辈的话 实在讲 是 可以说是专场 因为那时候都差不多 都要书头 对 正式的场合 你就要书个头 然后穿个漂亮的礼服 看起来很体面 这样就对 其实现在价格也有书头 因为现在很多人 回到那个复古风 你现在被你最想要流血了 那做一个行业 其实你想想 时间在九点到晚上九点 九头目是到没有熟 看不起什么 摧头目也是同样 你觉得这个 这么辛苦的这件 真的小孩子 要来这里做的时候 你对他们 你觉得要有什么态度 才来从事这个行业 因为这个美容行业 实在讲 也很辛苦 因为里面有一个审美观 审美 更要不断的求心 求心 跟着流行走 就是不变的定义 对 家人的要求是在流行的前端 如果是减法 两法 也是一门求便的工作 对 随时代的转变 我们要接受很新的资讯 挑战的未来 短法 长法各有品味 对 所以这个看 短法的客人 差不多两三个月 就要减一次 但是长法的客人 他要求保养一头乌黑的头发 不要受损 但是过度的减养 对长法的客人来讲 保养不是很好的话 很容易受损 法律会受损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其实对一个从业人员 他还是用一个 我觉得比较专业 或是照顾你今天职业这个人 他的头发 然后让他数起数起来做交代 然后以顾客为核心就对了 不过我们理事长提到一点很重要 因为做美法的人 这个眼睛要对流行 所以这是不变的真理 那我想理事长 还有很多要跟我们来聊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继续再来说 欢迎回到《浙江人爱台南做工行善团》 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贵宾是 台南市李烫法美容业职业工会理事长 王富财王理事长 在刚才跟我们聊到 他带领了我们的美法工业 然后的这些义工们 他们来到了义检的现场 当然经历很多他们很深的感触 那更重要的是 这些人都是有专业 他们的专业就是自己 有一把很精湛的检疫 以我们的理事长来讲 他其实从事美法业已经非常多年了 他也告诉我们说 把酒对流行还有敬业专业 自然能够成一个非常好的 我觉得为社会服务的美法从业人员 那理事长呢 我想请问你 你带领了我们的志工 去看你过的时间在那裡 议检 你感觉你看到的 这个议检的现场 你有什么感想 当然我们的志工 就看接受预检的单位的不同 工作的那个预检者 必须把头洗干净 我们才能接受志工的预检 是 所以其实理事长 你是说我们去预检的时候 其实对我们这些预检单位 你也是需要说 你就先把仙库这样清洁一下 让我们预检的人员更好去做整理就对了 其实你想起来说 你们面对的这些还真的是很弱势 所以他觉得有时候 人家的身份也没法洗得很清晰 所以你们去预检的时候 你会教他把身份清洗干净 我记得你好像跟我提到过说 你们会去低收入付 然后他们就是家属上来家 给你预检 所以那种低收入付上来 是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全部都是低收入付 他才会收这个患者 是 到清洁录这边 现在我觉得人数很多了 不是像以前 人数那么少 因为每一个人的经济状况不同 所以说 既然被送到救济院那边 他的头发有时候长的话 然后工具这边要求我们去给他剪 希望我们事工这边 希望把他剪的头发 能够容光光光光 对 变一个人生 对 头发剪完以后 他会觉得很清爽 就比较好一点 是 当然这是我们事工的义务 是 就把他整理的干干净净 你们带这个疫情去 我刚刚听你说的 你有去到家里农民之家 农民之家是什么样的情形 农民之家是在家里 家里 家里 家里农民 他那个单位本来都是农民退伍的 是 农民进去 现在退伍的人比较少 是 他现在就有说外面的人 哦 了解 对 所以往那服务往那 更年老 那不是年纪有更大的那些 犯价吗 对 了解 你有去的将军 独居老人 那是去到他们家里吗 对 是喔 那个将军 就是说那个将军区公所的 那个社会局 是 来电 邀请我们去 去帮他们捡啊 哦 了解 不但到他的那个长照东西 还要到 个体户那边去啊 哦 是喔 因为有的老人不方便 行动我们不方便 是 所以我们各个都会 他们的愚工会带我们到那个 他们自己的住家那边去跟他们捡 就是这个案组自己的家 那你通常你看到这个案组 他们家的情形都是怎样 因为如果到他家去捡喔 就是说这个人表示说 行动很不方便 没有办法出来 对 所以在捡的过程的话 有的我们也是很感伤啊 因为人的健康都没有办法去自主啊 对不对 所以说 他要求去我们到家里去服务啊 但我们也很乐意啊 因为住人快乐嘛 哦 了解 所以这样可以想起来 差不多住在那里 他们的居家环境 可能都泡泡泡泡 对啊 这样 所以你也要在这种地方 也是要给予到 不是说 我们美化就有这样 漂亮的空间在咬 什么环境都要去咬 对吧 你们还有一个很舒服吗 你们去那里 闲店的廟店 哦 那也很舒服 那个是 林美艺议员 他举办的那个预检活动 有趣有趣 所以说 我们就配合他的预检活动 去到那边去给他捡啊 但是我们的特项就是说 你没有低收入户 我们不给他捡啊 因为他影响到附近的美化液 美化液也不可以 所以要有低收入户的证明 那不就很舒服 你举行那样的预检实体 没有遮检的所在 在帐篷里面 打起来就开始咬就对了 没有 他那个庙前 他有当那个替主堤 哦 这个替主堤 所以这比较不会晒到太阳 所以这样就比较晒到太阳 对啊 那时候如果是这样 那算了一个核部 很大的社区嘛 对 那社区六天让你咬 早上咬多少 不一定 是 那个量 数量不一定 是哦 如果是在长照中心的话 就比较多人 是 到他们家去以前 可能比较少一点 哦 了解 那庙庭就人家多 庙庭就人家多 庙庭就人家多 但是 你要给我们减的资格 就是要低收入户 对 才不会影响 他附近的店家的生意 了解了解 其实这样也照顾到了很多的低收入户 也可以给他一个漂亮的面子 对 所以目前你差不多七十多人 都像论班的还是登记的 就是说如果你来文 要求我们公委去给他们预见的话 当然人数上 我们会去给他登记 叫那个我们的志工的志工表 轮流派出去 是 对就这样子 所以你是照轮流就对了 对 其实有些说的发现 真的要论一件也不太简单 因为在你美容业 大家都很热心 我有听你的会员说 我老师出来服务一件不简单 大家都很累心 所以其实这个爱心 在你们的工会里面是很蓬勃的 就对了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工作上 是 这种预见的话 就是说 牺牲一点时间 对 因为既然你要来工作做的志工 今天就是说我们叫轮流的话 就是说轮到你要出来 就是说放下工作 就出来服务了 了解 你带这个意见时间这么长 另外一个我感觉 像我去做逃门 我在这里逃门哪做 我就拿到做逃门的室 开工的 有时候 不欢喜的事情也说给他听 欢喜的事情也说给他听 有时候我跟做逃门的人 真的我们是个心理医师 你知道吗 所以当历史上你做那么多的逃门 你再看这么多的案状 你对人生有什么看法 对 我跟做逃门 叫客人他的职业 跟他的一些个性外面 我们要去少一点了解 对 因为你做出来的作品 不一定说客人都会满意 因为客人的职业的不同 你创造出的发型 要有不同的风格 所以是依照你不同的顾客 去体贴 去想着 别人就是在做什么 让那个行业 在那个职业 他的身份里面都漂亮就对 所以我想做这么久的一个职业 你怎么有一句话 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勉务一下 我们做志工的人不求回报 各行各业都有他的专场 不一定说我们做没有 其他的行业也是可以 都是会出一点贡献 最主要我们身体要健康 能够付出的时候就付出 不要去回报 就是我们志工的那个本意啊 对 其实我们很感谢我们王理事长 跟我们讲这么多的一个行李的 他的深深的感触 在经过疫情这么久的一个时间的服务 还有呢 他从事于这个美法的行业 我想呢 他必然感触很深的是 看到许多令人感慨的社会现象跟案例 他常说 人生在世有高峰有低谷 大数之后必要大寒 如果人生规律是这样 所以他就说一句话说 人生没有免失牌啦 人生没有免失牌 人生有得有业 做什么行业 都可以行行出状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王富财理事长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珍贵的心灵以及故事